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嘿 晚上好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第五次的十二談 符是什麼 廟裡面你去找一個符 對 那今天我們談的是 我們哪一些符號最會影響我們唱作 是 但是我想 我想大家最感興趣還是 在劇場裡面 我們怎麼去處理符號 因為劇場是extract了 就是精煉了一些情況 那 所以這個符號越特出 這個就越可以跟劇場有更密切的互動跟發展 因為如果舞台上發生幾萬個符號的話 你就看不到任何事情了 我常常覺得門口 門這個概念 是一個很重要的符號 因為門你就會想出去 或進來 還是進來 門你就也會想要安全一點 還是 就才需要有門 要門的鎖 對 對 對 一把椅子可以有怎樣的歷史或者故事 一桌而已 後面有怎樣的歷史或者是文化 那如果沒有回到這麼簡約的一個符號的話 那很容易就把它當作是舞台上的擺設 我記得早期的時候 很多人也會討論說 經驗是有一百種方法去用一張椅子的 當然這個有點誇張了 沒有一百種方法 反正是我們有一張桌子 有一張椅子的話 我們會盡量好好的去用它 來去尋找它的源頭 然後我們會 beads 有 recurs0 Morning YO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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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